大家好,我是陈红 今年53岁,来自吉林通话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 过日子天天是考试 我这人学啥都认真 按照壁谷准备功课认真做准备 在我还没壁谷前 光是走贴心界就让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 首先是我的头不疼了 身上不疼了 原来我早晨起来胳膊腿都疼 腰也直不起来 拱着腰去客厅吃上两片止疼药 药不就昏昏沉沉的 自从走贴心界到现在 一片止疼药也没吃过 浑身哪也不疼了 还有我的膝关节跟天去一报似的 一道刮风下雨要变天 我的膝盖里就像有无数的小蚂蚁在里面爬 咬我,说不出的痛苦 又酸又痒的 多次去医院检查化验 啥也没查出来 我的膝盖常年离不开膏药 多贵都得买 自从走了贴心界后 一天也没贴过 膏药钱都省了 最神奇的就是我的鼻炎 原来我有风流眼和鼻炎 兜里总得揣着纸 就在走天性间的第三天 戴着纸再也没用上 不流眼泪和鼻涕了 参加线下见面会和鼻鼓营 家人也不反对了 我原来啥样 我的家人都知道啊 后来我就鼻鼓了 我鼻鼓是来增肥的 我的丈夫跟我说 我的体重不能低于120斤 我说好 我的丈夫是我们家的大王 说啥我都得听 一个家庭里面 女人是风水 好的风水 丈夫开心 孩子幸福 参加完 2019年8月8日 通话室首届免费鼻鼓营后 我由一个十足的坏女人 逐渐向好女人转变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我家大王和女儿 还是感受到了 我即使贤妻 也是良母了 所以才有了 后来我的女儿和我的丈夫 都跟着我走进了鼻鼓营 我是不是很棒的女人 如果不是我真的改变了 我的家人 怎么会走进我们的鼻鼓营 学习心法 我女儿参加的是 中南山9月12日 那一期的鼻鼓营 女儿第一次鼻鼓 就鼻鼓了21天 鼻鼓状态很好 很厉害吧 我俩在中南山期间 鼻鼓登顶 祥宇森林公园最高峰 卧虎峰 来回7个小时 非常棒 还有我女儿有很严重的 逆流性食道炎 就是为反酸水 不能空腹 鼻鼓21天 一次没犯过 我和女儿都感到惊讶 我的丈夫也鼻鼓过两次了 第一次鼻鼓的7天 她平时爱打麻将 累得颈椎 后背 肩膀都疼 这次鼻鼓后 缓解了很多 还有 她的脚脖子走路多了就疼 现在也不疼了 这在今年的3月初 她又鼻鼓了7天 鼻鼓的原因是 她披眼痒 痒了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天 她跟我说 你给我看看 是不是得痔疮了 我看了看 顺嘴说了一句 不行 你鼻鼓看看能不能好 我都没形式 她真的能鼻鼓 第二天就不吃饭了 我说 你真的鼻鼓了吗 要是饿就吃吧 她说不饿 那几天 她照常上班 在小区卡点直勤 上下楼都很轻松 非常棒 说起我的丈夫 我再跟大家谈谈 我的鼻炎 特别有意思 由于我的改变 在去年的4月份 我的丈夫 敢于跟我说了 她的一个大秘密 她跟我说 我错了 我欠钱了 差不多有50多万 都是背着你借的 炒股亏了 原来想借鸡生贷 许是挣钱了 把借的钱一还 还能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套住了 不断你割肉 就这样越滚越多 所以更不敢跟你说了 自己扛了五年多 说真的 我要不是学了鼻鼓心法 听到这件事 就有一个字 滚 直接让她 带着她的饥荒滚 离婚不过了 是肯定的 但是咱现在是 参加过鼻鼓营 学了心法课的人 不能给村长丢脸啊 我表现得很好 没吵没闹 不但安慰了丈夫 还极极想办法 帮丈夫还钱 悉地想 这是老天爷在考验我 这张考卷 咋得有点打几格吧 表面上我装得很好 可是身体不配合我啊 鼻炎爆发了 鼻听眼泪的 比以前更厉害了 以前是借风流眼泪 为了冷空气才躺鼻听 现在是坐在屋里也流 止不住那种 我的两个鼻孔 都用两团卫生纸塞着 我还想 我的脑袋进水了 这么流都流不完 这得进多少水啊 疫情了 居家隔离 有了大把的时间 我开始思索 我的身体出问题 是在向我诉说 我要找到原因 很巧 在今年二月末的一次导师课上 河南的一位导师给我们上案例分析课 正好跟我和尚了 我恍然大悟 就是一位表面上我原谅了丈夫 有说有笑的过日子 可是我的内心一直嫌弃他 恨他 你可以骗过所有人 可是你骗不了你的心 我当即跟自己的身体沟通 说我原谅他了 你要我的鼻涕止住吧 真的止住了 当下就不留了 这就是我们心法课反复说的 不要靠不吃饭解决所有问题 壁骨不治病 真正治病的是你自己那颗心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爱你们